老游时谈,大家好,我是老游 就在前两天,本周三、六号 一名在谷歌工作的华人工程师丁某在加州被捕 被捕的原因是因为他窃取了谷歌的商业机密 结果他把窃来的谷歌机密文件存到了谷歌云上 从东家的口袋偷来敏,放到东家的商店里存着 你这是要干什么 最后这个事情败露后,被联邦调查局FBI逮捕 根据美国司法部公布的起诉书显示 联邦大陪审团对丁某提起四项指控 罪名都是盗窃商业机密 指控他涉嫌计划从谷歌窃取 与人工智能AI技术相关的专有信息 丁某今年38岁来自中国 据诉状称,丁某于2019年开始 在谷歌担任软件工程师 他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开发部署在谷歌超级计算数据中心的软件 因为他是员工 所以他拥有访问谷歌机密信息的权限 而这些信息分别涉及硬件基础设施 软件平台,以及他们支持的人工智能模型和应用程序 而就在他工作三年之后 从2022年5月份开始 他陆续将500多个包含了谷歌人工智能商业机密的文件 转存到了个人的谷歌云账户中 为了避免被公司发现 他先是将谷歌的原文件数据复制到公司发的工作电脑上 然后用工作电脑的App Nodes应用程序将文件转成PDF 然后再将这些文件上传到自己的个人谷歌云端 结果当他窃取了公司的商业机密后 在还没有离职的情况下 他就晒出了下一家公司的offer 已经找好下一家了 而且他将就职的下一家公司也是一家科技公司 是国内的一家公司 根据诉状指称 说丁某从2022年6月开始 就从国内的一家科技公司 每月获取14800美元的薪资 另外还外加奖金和公司股票 6月13号 丁某收到了国内的一家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几封电邮 根据邮件信息表明 丁某已经被任命为该公司的首席技术官 叫CTO 随后这家公司的官网 就高调的明确了 丁某的职位 就是他们的CTO 2022年10月29号 丁某回了一趟国 并且在国内停留了将近五个月 直到2023年的3月25号返回美国 在此期间 在此期间他参加了这家公司筹集资金的投资者会议 根据诉状指出 在这场会议上潜在投资者被告知 丁某就是这家新公司的首席技术官 并且还拥有公司的20%的股票 另外 宿壮还指出 在谷歌不知情的情况下 丁某还在2023年5月30号之前 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行业 创立了自己的科技公司 并担任CEO 据他自己的公司宣称 他们开发了一个软件平台 目的是为了加速机器学习工作负载 包括训练大型人工智能模型 另外他在国内还申请了 初创企业的孵化计划 并在2023年11月24号 在投资者会议上 高调的介绍了他自己的公司 在会上他声称 说我们有谷歌外卡算力平台的经验 我们只需要复制升级 然后就可以进一步开发出 适合国情的算力平台 而就在这个时候 2023年12月 谷歌收到了他上传某些文件的警报 并遭到内部调查 在调查过程中 丁某对调查人员说 他上传文件是为了工作 找了一些借口 并且声称说我无意离开公司 为了打消谷歌对他的疑虑 丁某让一名同事 在谷歌的大楼入口处 用他的公卡扫描了多次 就是想制造他人在美国 还在谷歌的办公室工作的假象 但实际上这个时候 他人在国内 2023年12月下旬 他回到了美国 随后他立刻订了一张 从旧金山飞北京的单程机票 然后在12月26号提出了辞职 就在他提出辞职几天之后 谷歌得知 他曾经在投资者会议上做过演讲 随即暂停了他的访问权限 并对他过去搜索记录进行调查 结果一调查发现 他存在窃密行为 随后公司就报了警 联盟调查局接到案件后 迅速对丁某展开调查 并申请了搜查令 对他的房子和谷歌云账户进行了搜查 据诉状指出 丁某的行为违反了他的雇佣协议 以及他在入职谷歌时 签署的单独行为准则 目前丁某被控犯有四项盗窃商业机密罪 如果罪名成立 他将面临最高十年监禁 和每项罪名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 目前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商务部 正在对此案进行进一步调查 好 那么这个就是这起华人谷歌工程师 窃取谷歌商业机密案 不知道该怎么说 很显然是有点明目张胆了 不知道是高科技学傻了 还是根本就不把法律道德放在眼里 这么明目张胆的形式 难道他真以为他在国内这么做 谷歌会不知道吗 这个科技行业其实也不大 所以大家可以看 这样的案件 好像现在已经不是一起了 在我们的节目中就已经提到过多起 被抓 而且是证据确凿的 所以我们把这些案件 和近期的多位科技专业的留学生 有好几位博士在海关被遣返的事情联系起来 似乎就能看明白一些 就是美国的海关在针对中国留学生 尤其是科技业的高端技术人才 比如像博士这样的一些人才 在入关时的那种警惕和关注 你说学习是可以的 通过工作积累经验 这也无可非议 但是你直接窃取人家的商业机密 然后还在公开场合声称 我们复制就可以了 所以说几个人的行为 可能毁了一大波 在美留学或工作的高科技人才 华尔街日报最新报道 说美国联邦参议院共和党领袖 麦康诺的小姨子 福茂集团董事长兼CEO 赵安吉在溺水身亡前 当晚是在她丈夫的庄园 宴请朋友庆祝农历新年 聚餐后她独自一人 开车回庄园主屋的途中 因特斯拉失控 而冲入庄园的一个水池 生前最后几分钟 她曾疯狂的向朋友打电话求救 赵安吉溺水事件是发生在2月10号 也就是我们的春节大年初一那一天 当天晚上赵安吉邀请了她在哈佛商学院的几位女性朋友 在位于德州的一个私人庄园过周末 据说这个庄园有马厩 有游泳池 还有一个10个卧室的宾馆 大概在晚上10点半左右 她和几位朋友庆祝完新年之后 她就离开了宾馆 准备返回主屋 由于那天晚上天气比较冷 所以她没有走路 而是开车返回 开着她的特斯拉 Model X SUV返回主屋 说这段路程 开车也就4分钟的时间 当时她正开车进行三点掉头 就是比如这样进去 然后再倒回来 然后再前进 好像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结果在倒车的时候 却冲进了池塘 根据报道说赵安吉走后没过几分钟 她就惊慌的打电话给其中一位朋友 说自己在开车掉头时 本来是要打前进党的 结果却打成了倒车档 结果汽车就一路往后冲 越过了这个堤防 掉进了池塘 并且快速下沉 据华尔街日报披露 说赵安吉的朋友接到电话之后 立刻跑去帮忙 其中一位女性还跳进了池塘 牧场的经理和他的妻子 听到动静之后 也来到了户外 接着有人就拨打了911 根据当地布兰科郡的事故报告显示 当地紧急救援队在2月11号凌晨12点28分抵达现场 距离他们接到报警整整过去了24分钟 由于这个庄园地势崎岖 部分救援人员 他们只能下车步行前往现场 据一位救援人员描述 说他们到达现场后 看见一辆特斯拉完全被淹在了水中 在救援过程中 一名警察甚至还站上了车顶 试图砸开车窗 据事故报告中提到 说当时需要潜水人员协助 但却没有潜水员到场 后来来了一辆拖车 想把这个车子从池塘里面拖出来 但汽车在水里的这个位置 比救援人员预想的要更远 这辆拖车的缆绳根本就不够长 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了一条缆绳 更长的绳子 但据至少有一名拖车司机表示 说他害怕被电动车电倒 据警方称 后来两名救援队成员 最终在凌晨12点56分左右 将赵安吉从车内拉出 当车门打开时 数百加轮的水从车内 被碰用而出 而此时赵安吉已经失去了任何反应 这个时候急救人员对他实施抢救 说抢救了43分钟 但最终却已无力回天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目前赵安吉逆水身亡案 到目前为止 媒体披露的最详细的细节 我想当越来越多的细节被公开 被披露之后 案情应该会越来越清晰 前两天美国众院通过法案 要求TikTok在六个月内 一定要跟他的母公司 中国的字节跳动切割 否则将在美国被禁止 而就在这个议案通过之后 日前 据香港中通社报道 说除了TikTok之外 美国政客也没有排除 将继续封进腾讯旗下的 WeChat微信的可能性 说这个法案最初是由联邦众院 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 共和党籍主席盖拉格 和民主党籍首席议员 克里什纳穆希联名提出的 据这位盖拉格议员说 只要TikTok和他的中国母公司拆分 这个平台就能够在美国存在 美国人民也能在该平台上 做他们想做的事 意思就是你把TikTok卖给美国人 卖给美国的公司 就没事了 就不疯了 你倒是让拜登老头子 进选团队先退出这个平台 是不是 总统都在上面玩 你说这里有国家安全风险 那你这说给鬼听 难以服众 自己打自己的脸 不疼吗 据纽约时报报道说 3月7号当天 也就是议案通过的当天 TikTok向他的用户 推送了一个消息 说我们的平台 可能将会被国会立法封禁 好家伙 我们玩的那么好 你却要封我们的平台 结果大量的年轻人不干了 他们就开始向国会办公室打电话 电话向潮水般的涌入国会 要求议员投票反对该法案 对于这蜂拥而来的电话 有议员指出说 TikTok胁迫用户抵制法案 但TikTok反击变成 说国会议员们应该听取名义 这才是你们的真正职责 又打起来了 美国的年轻人 跟国会的老头们打起来了 看看吧 最后打得过谁 年轻人可不是好惹的 要是惹翻了 那可就不好办了 我觉得TikTok的这一招 直击国会内脏 挺厉害 1.7亿用户 500万小商家活跃的平台 你说尽就尽 这不是开玩笑吗 如果TikTok就这样被封了 我觉得美国的民主就不存在了 所以我依然坚持认为 TikTok封不了 这些议员们也知道封不了 但是他们明知道封不了 为什么还坚持提案要封 这不是大选了吗 都在博眼球 玩政治游戏呢 但是1.7亿年轻人 那可真的不是好惹的 他们可不管你是不是议员 你要是断了人家的生计 不跟你拼命那才怪呢 比如你是在TikTok上 有一千万的用户 你一个月能赚好几万 可能突然把你封了 这样的人不用多 有个几十万 全部做到国会大楼前 就有这些议员们好看的了 所以我觉得封不了 但确实现在在抖音上 在抖音国际版TikTok上 靠这个平台赚钱的年轻人 人数不少啊 另外说到TikTok 我想再回答一位网友 前两天在我视频下面的留言 他说支持封杀TikTok 每天我看到13岁的女儿 眷恋TikTok时 我就非常担忧 我觉得这位网友 是不是应该先反思一下自己呢 我们家也是两位13岁左右的孩子 他们为什么就不眷恋呢 他们也看TikTok 但是我们完全不担心 他们会掉进TikTok 我觉得这个跟很多家长 自己无法控制孩子 沉迷游戏 就支持封杀所有的游戏 其实仔细想一想 问题是不是跟家长自己的教育方式有关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也是需要值得反思的问题 话虽不好听 但希望我的这些话 也可以成为一种声音 供大家讨论思辨